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台股暴涨超过300点 当然啦这个我们还要有一点疑虑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就是要来了解这件事情 在未来的情况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通膨升息 然后甚至我们国内的景气灯号已经亮了亮出了黄蓝灯 这些疑虑都消失了吗 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听众们最喜爱的中央经济系教授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行长吴大人吴老师来跟大家聊聊 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老师上次来跟我们其实讲了也是有关于通膨的问题 其实那时候其实让听众们其实比较了解了现在的状况 但是其实这几个月其实状况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其实最新的是美国10月的CPI 其实听众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要这么关注美国的CPI呢 其实它跟我们的市场联动非常近嘛 所以美国的CPI 数字其实牵动了我们国内的股市的情况 那美国CPI也就是美国的通膨率 现在似乎是出来的比市场预期的低 那这代表说我们那个整个全球的通膨的最高峰已经过了吗 我们可以这么乐观去看待吗 是 我个人的判断也是通膨的高峰可能已经过了 但是现在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通膨它会持续多久 现在只是高通膨过了并不是通膨 对 在高通膨的水位上 是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 现在美国通膨的情况呢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通膨呢 它是用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的年增率 来看通膨的情况 那美国呢 在过去啊 它的那个CPI的年增率 正常的时候大概都在2%以下 那去年我们知道 就是美国呢 在年初的时候 它就开始施打疫苗 那很多地方开始解封嘛 所以就有比较大的消费潮 所以去年啊 就全球的那个需求 就是增加的幅度很大 所以就带动各种商品物价的上涨 那美国的情况呢 大概在下半年 就是美国的CPI年增率 已经超过5% 那到了今年 今年年初的时候 美国的CPI年增率 已经超过7% 那今年啊 就是对物价呢 还有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俄乌大战 那俄乌的战争呢 它就是过去啊 就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 他们都是粮食 的重要的出口国家 那俄罗斯的部分呢 它还有能源 就是欧洲 它的能源 对俄罗斯的依赖 其实是蛮深的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呢 就让全球的 就是粮食 跟增原的攻击 就是发生严重短缺的现象 那当然就会造成价格上涨嘛 所以呢 我们其实都知道 那个俄乌战争是发生在 2月24号 就2月24号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就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 对 对 然后它所产生的影响 在3月就会浮现 所以美国呢 它在3月 它的CPI年增率就突破8% 所以呢 就是这场战争 也让美国的这个物价 它的压力开始变得更大 那大概就是一直持续到9月份 所以从3月到9月 美国的CPI的年增率呢 都是在8%以上 那现在看到一点好消息 就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 美国CPI的年增率呢 它居然就是跌破了8% 来到7.7% 那所以说我们从那个 就是从去年到现在 针对美国CPI年增率的这个变化 来观察 那现在呢 美国它的这个CPI年增率 是有掉下来 跟高峰 跟高峰比较 是有低一些 但是呢 它还是在7.7% 7.7%相对过去 甚至相对于去年 它都还是在高点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 美国的通膨是高峰 已经可能已经过去 对 但是呢 现在还是在严重通膨的阶段 是 而且美国通膨 其实影响的是全球的情况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就是看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欧洲国家 他们 尤其是欧洲是战场之一啦 所以他们的感觉 他们的通膨率是不是也很高 那相较于亚洲国家 看起来是比较还好 对不对 当然欧洲有很多国家 它现在的CPI年增率 是超过10% 他们甚至比美国还要 还要再高 更严重 对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通膨一旦发生 那一定会影响到家庭经济 就是我们家庭的支出 就是受到通膨的影响 如果我们还是要维持 原来的生活水准 那现在所有东西都变贵了 那我们的支出就一定会增加 那这个是通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但是除了通膨之外 就是每个国家为了对抗通膨 那他们的央行 或者是美国的联总会 那他们呢 就是要透过升息 来对抗通膨 所以美国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美国呢 就是从三月份以后 因为他的CPI年增率 已经超过8% 那去年 那个美国的联总会 他们还在 就是他们还在争辩 就是美国到底有没有真的通膨 因为去年的通膨跟供应链断链 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他们当时的想法 或者说当时他们主要的论点 是认为说 只要那个疫情缓解 那供应链慢慢恢复之后 那物价就会掉下来 但是 但是看起来 不是像原来的说法 这样的 对 那到了今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 通膨 就是物价上涨 他不但没有掉下去 反而不断的在上升 所以呢 美国的联总会 他在今年3月 就是 他大概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确实有通膨的压力 所以他从3月开始 他就升息 当然一开始他升息的幅度不大 那前两次的升息 就3月跟5月 他升息的幅度就是1码 还有2码 但是呢 到了6月 他们发现 通膨还是没有降下来 所以呢 他们开始提高升息的幅度 所以从6月开始 美国升息一次 就升了3码 3码是0.75% 看起来不大 但是呢 从3月 到最近的一次升息 是11月 11月初的升息 那这几次的升息呢 累积起来已经 就是他的幅度已经高达15码 15码呢 就是3.75% 这个真的超难想象 是是是 你想你的存款利率 瞬间被拉高 但是你的贷款利率 也被拉到这么高 没错 所以如果有存款的话 当然大家很高兴 但是呢 那个台湾啊 就是有很多家庭 是有房贷的 对啊 我们的房贷户 大概是200万户啦 当然我们台湾的央行 他有跟进美元升息 但是升息率都没有那么大 这么高 我们升了三次 累积到现在 是两码 两码就有0.5% 所以我想 那个对一般的家庭经济啊 是有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可能还是 在 不像美国 美国人民这么严重这样子 没错 因为美国升了 接近4% 所以你可以想 如果我们的贷款利率 现在要增加4%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相信如果台湾 应该政府会下台 对 如果台湾有这样的情况 对 我想那个一般 很多家庭可能都成家 对啊 对啊 老师那你怎么去观察说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美国的升息嘛 已经到现在已经是 从今年以来到现在 已经是升到15码 这么高了 那你认为说 因为接下来 CPI还会陆续的在公布 但你刚刚说 其实看起来高峰 最高峰已经过了嘛 但是你刚刚又提到说 其实美国 大部分的情况 CPI大概都是在2以下 那既然联续会这么想要 抑制通膨 这一个事情 他的目标如果是2的话 那这样子 是不是代表 他的升息会一路 因为现在离年底 只剩下12月了嘛 那这样他是不是代表说 他到明年的话会升息呢 现在市场其实 声音好扎哦 没错 现在因为现在还有7.7 是10月份是7.7 那即使接下来到第四季 我们看到的数据 即使降到6点多 那对联续会来讲 都还是太高 所以我的判断 就是在12月份 他们下一次开会 是12月份 那12月份呢 应该还是会升息 只是当时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很多专家也在预测 12月份联续会 到底会升息多少 所以当时呢 大概 譬如说一个月前 可能一般的专家 都还认为 联续会升息3码 跟升息2码的 这个可能性 可能各半 但是呢 因为最近发布的 美国的10月份CPI 的年增率 它是跌破8% 所以这个再怎么讲 也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目前看起来 就是认为 那个联续会 在12月份升息2码 的几率 其实是有大幅提升 所以看起来 这个联续会在12月份 应该是有 就是升息2码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我想大家必须注意 它是还要继续升息 现在只是升多升少 从三码降到两码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还在升息的路上 那所以说到了明年 如果CPI的年增率 我的判断 如果还是维持在5%以上的话 那联续会呢 它的做法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升息 明年吧 对对对 就是到了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那当然现在这个全球的需求下滑了 那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 也在向下修正 所以那个明年 物价的压力可能会相对会缓一些 但是美国它的通膨有它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看起来 即使到了这个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美国的CPI的年增率 有可能还是会维持在 就是5%以上 还是比2还要高 对还是高于2 所以联续会可能还是会继续升息 只是它升息的幅度 可能会慢慢降下来 就是一次升两码 甚至升一码 但是呢 如果美国它的这个通膨的情况 就是CPI的年增率 如果长期 就是说可能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还是维持在5%以上 那联续会呢 它升到顶之后 就是譬如说现在已经是15码 那现在呢 它有可能 就是会累积升息到20码 就等于是5% 那如果它升息到5%之后呢 它不见得会马上转成降息 它为了就是让通膨的预期 不要很快就回来 所以呢 它有可能让美国在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维持一段时间 那最有可能是到明年第三季 第四季之后 就是联续会才会开始考虑 是不是要降息 但到时候还是得看 美国的经济数据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从CPI的年增率 来看通膨压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不断升息 它一定会对这个产业的生产 跟家庭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那所以说呢 这些影响可能就会让 美国它的经济成长 就是开始呈现衰退的状态 甚至呢 它也会影响到就业的情况 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些大企业 已经在开始准备要裁员 所以如果到了明年 譬如说到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那美国的失业率 它有这个有显著的上升 那这个情况就有可能 让联准会开始思考降息 来挽救美国的经济 所以老师刚刚其实 你从一开始 其实就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关键 我们要观察的是 美国CPI到底维持在 这么高的水准之上 到底要多久吗 它到底什么时候 才真正可以到 降下来 因为有可能到明年 都还是在5%以上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还是对联准会来讲 还是一个蛮高的水位 所以它没有可能 维持在高的升息 就是在高的升息的水位 的那部分维持比较久 但是这就对 美国的经济产生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疑虑吗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股 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原因 也是因为市场对于 明年经济到底 是不是衰退的这个疑虑 其实有一些杂音 那到底老师你怎么看 是说你刚刚其实有提到 如果说它升息升得太快了 然后加上它明年又维持一个 在很高的利率水准 在很长的时间的话 其实它对于就像你讲 它对于美国家庭的经济 其实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甚至是对产业嘛 因为你产业要很多的投资 要很多的支出 那这些支出很多都是 从贷款而来 所以就变成说 产业也面临到很大的问题 它只能裁员来解决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明年的美国经济 是真的一定会出现衰退吗 因为有人预测说 其实不会说有大幅衰退 只是那种微微衰退 然后有人说 那个硬着路的几率很高 但是有人说 不会啊 我觉得软着路的几率很高 所以现在市场非常的乱 然后再来就是说 美国经济衰退 它外溢的是全球的效应 那全球可能也会跟着一起衰退 老师 没错 其实那个要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是要综合 去看一些资料来做判断 因为数据还没出来 那对美国家庭经济的影响是这样 就是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其实当时美国呢 它是在货币政策上面 它就是采取QE还有降息 而且它的QE呢 是无限量的QE 所以货币供给 就是增加到 这个前所未有的水准 那这个当然 那个也导致后来 那个通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因为 它在这个当时在 疫情的期间 它有那个纾困方案 而且呢 它是非常优惠的 所以有很多失业 就是有些人他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不能消费嘛 所以美国的景气就迅速下滑 那导致很多失业 但是你失业了之后呢 照理说一般失业 你的所得就会下降 但是当时的纾困方案 太过优惠 就是你失业之后 你接受政府的纾困 你领的钱 比你在就业的时候还高 哇 所以呢 让很多家庭呢 怎么这么好 也不于匮乏 对对对 我们都很羡慕啦 因为台湾只有几千块的消费 跟美国 那个美国 那个对啊 哇 所以说很多家庭 他的家庭经济 还是可以维持 一定的水准 所以呢 他们的消费 都还是在高点 但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你虽然有所得 搞不好有增加 但是呢 你没有地方消费 所以我们观察 美国的那个 在当时啊 就是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他的家庭 他的储蓄率 居然超过30% 这个在过去 就是美国的家庭呢 他是那个 有多少所得 就用多少嘛 因为反正 退休以后 政府还有 社交易 还有很多社会福利嘛 那所以说呢 他们很多家庭 就是有多少所得 就用多少 对 但是呢 在疫情期间 你也没办法出门消费 所以呢 你的钱用不完 所以储蓄率就超高 那到了2021年 就是美国年初 施打疫苗 然后4、5月开始解封 所以呢 美国 他的个人消费支出 他的个人消费支出 在疫情的期间 他是转成付的 就是他年增率 就付的 因为没地方消费嘛 但是呢 美国开始解封之后 到2021年的4月份 他们个人消费支出呢 居然暴增到超过30% 就年增率 对 所以大家就拼命的在花钱 所以说储蓄率呢 当然就顺势下降 所以在去年的4月份 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呢 就降到12.8% 12.8% 但是呢 从去年到现在 开始有通膨 然后有联总会的升息 所以到 那个今年的9月份 美国的储蓄率呢 已经降到3.1% 这两年来 从超过3% 从30 降到12 然后现在降到3.1了 是 所以呢 这表示美国的家庭 当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 他们的那个消费 还在 就是 其实还是有增加 因为9月份的 个人消费年增率呢 是降到8% 8点多 就是从 超过30% 去年最高的时候 现在已经降到 8% 但是他还在增加 只是他增加的速度变缓 但是呢 他的储蓄 好像在快速的流失 所以呢 到今年9月的时候 美国的家庭还有消费能力 但是呢 随着通膨跟升息的这些 对家庭经济所产生的压力 他们的储蓄率可能很快就要变成富的 那就是变成入不敷出了 所以对未来的消费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观察 所以 虽然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经济 看起来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 大家还在消费 但是呢 家庭消费能力 其实是在 开始在减换 所以他影响到了可能是 第十季 甚至到明年 那另外一个观察 是 那个我们常常拿这次的通膨 跟石油危机的时候来比 但是呢 这次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 跟70年代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 在1970年的时候 美国的进口金额 大概是600亿美元 然后经过两次石油危机 到了1980年的时候 美国的进口金额 攀升到 3000亿美元左右 那这3000亿美元呢 里面有很多是要买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以后 比较贵的原油 所以花在原上面的比重非常高 那这是当时的情况 就是从1970年到1980年 但是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 美国在去年 2021年 它的进口金额 已经接近3兆美元 从1980年 3000亿 到现在 已经接近3兆 那它占GDP的比重 已经接近15%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家庭 我刚刚提到 就是因为通膨 因为升息 那所以说很多家庭的经济 开始受到影响 那当你的储蓄越来越少 入不服辅的时候 那有些消费一定要被排挤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经济还相对强劲 就是它的失业率呢 最新的数据是3.7 那还在4%以下 跟台湾也差不多 所以表示呢 它的劳动市场是处在 几乎是充分就业的状态 所以看起来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是为什么 因为从6月以后 美国的家庭 就是它受到升息的影响 他们开始 就是有一些消费 可能开始在减少 那这些呢 减少的消费呢 对美国来讲 有很多可能是进口商品 就是当你家庭经济 开始恶化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 急着要去换手机 要去换笔电 对 就是那些非必要性的消费 对 然后这些商品呢 有很多就是我们台湾的出口 哦 所以影响的是台湾了 所以相对 那个持有危机的时候 当时美国它的升息 第一个就是 就是它产生的成本 就是因为消费下降 那对产业的这些影响 那在当时呢 是美国本土的产业 要去承担升息的成本嘛 对不对 升息的代价 但是现在呢 是我们这些出口到美国的国家 在帮美国一起分摊 承担这些责任 对 对 它升息所产生的代价 所以说现在呢 刚才有提到 有讲到一个字 我觉得是很值得 我们大家重视的 就是美国升息的外溢效果 美国升息 它会造成 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 所以在美国呢 它不见得有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是呢 它却会使得 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国家 外溢到 美国所引起的衰退 所以我们台湾啊 就是在 在美国大幅升息之后 其实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 可能开始在考虑五行价 那情况如果再更严重的话 它可能会开始裁员 所以美国升息呢 它未必让 让美国的失业率 那个上升 大幅攀升 但是呢 反而会让像我们台湾 这些以美国为出口 主要出口的 没错 那我们就会受到这个 美国升息的影响 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 美国也许 它的经济不会出现了 所谓的 很大很大幅度的衰退 但是 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升息生态快的结果 最后也是 外溢到我们很多的亚洲国家 甚至是 以美国为主要的 进出口的国家嘛 像台湾是出口 主要是出口最多 那我们看到最近 好像 我看报章杂志说 最近的台湾的出口的表现 包括很多外营都有在市井 就是说 台湾的出口表现 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衰退 这个是非常需要警觉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 国发会公布的最新的景气灯号 其实它亮出了两年多来的黄蓝灯 而且不排除 接下来10月 也就是要公布的 接下来要公布的10月份的景气灯号 有可能甚至就是衰退到蓝灯了 所以就是说台湾民众有需要去担心说 国内景气有可能因为美国的升息的外溢效果 产生大幅度的下滑吗 那还是说其实我们有点太悲观 其实不需要看得这么的悲观呢 老师你觉得是 对 出口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今年在8月以前 整体的出口 整体的出口金额都是维持在 400亿美元以上 那当然那个6月份是高点 接下来就开始下降 那到了9月份呢 它就跌破了400亿美元 所以它有比较大幅度的衰退 大概是在375亿 所以呢 它是有明显的显著的 从8月份以后 它就开始转成衰退的状态 那10月份呢 是有好一点 就是跟9月份比 那我们出口金额是有小幅度的上升 但是年增如果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因为过去 那个第三季第四季 是旺季 对 所以照理说 那个本来就是10月份的出口要很好 很好 结果我们的10月份的出口呢 才399亿 还不到400亿 对 那年增的话也是衰退 但是 但是有比9月好一点 所以这是台湾的情况 那至于国发会的景气灯号 为什么我们判断 接下来有可能会蓝灯 那是因为 9月的时候 它转成黄蓝灯 但是呢 前一个月 它还在绿灯 然后它转成黄蓝灯的时候 因为它有个区间 那这次呢 下跌的分数很多了 它一次就跌到17分 那17分呢 是黄蓝灯的最底线 差一分就变成蓝 意思说它不是在黄蓝灯的上面 它是 它是以下就掉到黄蓝灯 就离蓝灯差一点点了 对 对 差一分就变成蓝灯 那其中呢 当然是新增订单 它的那个减少的幅度还蛮大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 他们也有做那个 就制造业的PMI指数 然后就采购经历人指数 那50分呢 是表示 就是 是整个产业 它在紧缩 那它大概已经 好几个月 都是维持在50分以下 所以制造业 其实下半年以来 它已经呈现 就是有比较大衰退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再回到美国的情况 我刚刚提到 美国呢 其实它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 就是它一个国家的消费呢 它在全球的消费里面的占比 是超过三升 所以 它的这个消费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其实非常大 那我们刚刚提到 它的去年的进口金额 是接近三兆美元 那三兆美元里面呢 那排名第一的是中国啦 中国还是排名最高 那我们台湾是排第八名 那中国去年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有超过5000亿 那我们台湾呢 去年出口到美国的金额是770亿 也是蛮高的 对 所以我们排第八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哦 我们虽然看起来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在经济上 在全球供应链里面的关系 却是紧密到几乎不可切割 那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出口最大的地区 最多的地区是中国 那当然有部分是透过香港 在转口到中国 那我们出口到中国 香港 它在我们整体出口的比重 是大概在4成左右 40% 然后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最大的部分呢 是零组件 零组件 在零组件里面呢 光是电子零组件 它就占我们对中国出口 的比重超过5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出口到中国的这些产品 都不是 直接在他们的市场销售 我们卖给中国 是要再加工的 对 所以在中国经过加工 经过组装 最后 还是卖到美国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中国那5000多亿 去年5000多亿 卖到美国的产品 里面有很多是 我们台湾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 对 因为它没有需求 我们就不需要 卖这个零组件 给中国 如果美国没有这个需求的话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会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所以如果考虑到 透过中国 再卖到美国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能 对美国的出口的金额 有可能是上千亿 上千亿 那这个规模就相当的大 那所以呢 如果美国现在 随着它消费能力的下降 那它购买这些产品的需求 就是它的进口 进口开始下降的话 那中国呢 它当然首当其冲 因为它是第一名 所以中国的经济呢 从今年第四季以后 它除了现在它有清零 所产生的 生产跟消费的一些问题之外 从今年第四季以后 它还要再加上出口 有可能会衰退 所以中国的经济 一定会受到比较大的打击 但是呢 那个对台湾的影响 就是如果它对美的出口 要下降 那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也不好 所以它对台湾的零组件的需求 也会下降 对 所以我们不只是对 对美国的 可能会掉下来 对中国的出口也会降 那欧洲的情况呢 其实它的情况跟美国有点类似 只是好像看起来是更严重 那升息的幅度 目前累积的幅度 还没有美国那么高 就目前 欧洲央行升息的幅度是8 那不像美国已经 现在已经15 但是欧洲央行这几次的升息 最近这两次升息 都是一次升3 所以也会对欧洲的消费 产生这个蛮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当全球 这几个大的经济体 欧洲 美国 还有中国 那他们的消费都会 就是从今年第四季 甚至在第三季 可能就开始有产生影响 那如果他们的经济情况 都不理想的话 那我想台湾就很难 就是全身而退 很难自身事外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 特别注意一下 尤其是要注意美国 我们大家其实 除了只关注美国以外 也要担心说美国的外衣 消费影响到其他大的 大型的经济体 像是中国 对 还有欧洲 所以呢 这些国家 其实也是台湾的 主要的出口的国家 那它就影响着 国内的景气的状况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非常大的外衣效果 已经即将要面临到 我们的门外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 再谨慎的看待一下 接下来的景气状况 因为像央行之前就有预估说 国内的通膨应该会在明年 因为我们其实国内通膨 在这一波里面看起来 并没有真的很严重 但是主要是一个 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膨 所以就会它会 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 国内的状况 就是从外面影响到里面 那但是它预估说 国内通膨明年初 就会降到3%以下 那你认为说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前面讲到说美国12月 升息两码几率很高 可能到明年都还有可能 明年初都还有可能 进去升息 那你认为说央行 有必要去 因为你眼看着我们 那个所谓的景气的一个 非常大的衰退 有可能已经会在我们 台湾的门外了 那这样子央行 如果在跟着美国升息的话 那我们国内的人民 不就会更辛苦吗 老师你觉得央行有必要在跟着美国升息吗 因为我们国内可能受到 前面我们刚刚讲到 受到美国啊 受到中国啊 他们的经济的衰退的影响很大 那这样子 其实央行是不是 他们会更谨慎看待 其实我们台湾 现在物价上涨的压力 已经完结的现象了 就是我们在8月份 我们CPI的年增率呢 已经跌3% 所以明年 有可能全年是在3%以下 那今年呢 当然也有机会 就是看 接下来看11月12月的 价格情况 那我们今年也有可能 就是全年在3%附近 那稍微低一点 就可以维持在3%以下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当然还是那个 升息所产生的影响 就是升息呢 它一定会影响到消费 跟那个投资嘛 那在消费这个部分 它所产生的各种外衣效果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那对全球来讲呢 就是全球的这些大的经济体 因为第三季第四季 消费会下降 所以全球的总需求 就会下降 那那个很多大宗商品呢 也会反映 就是需求下降 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6月底 从6月底开始 就是国际上的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 就是像金属类的啦 铜啊铁啦等等 这些呢 它都有比较显著的下跌 那有关能源的部分 它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它还会牵涉到这个OPED 他们就是生产的策略啦 那因为他们现在有在减产 所以虽然就是全球的需求有下降 但是呢 那个原油的价格 它也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维持在高档 但是它跟今年3月份 4月份的最高点比较起来 现在也跌了一大段 所以全球的经济 看起来就是通膨的压力 其实慢慢在缓解 所以我们台湾的那个物价 有可能一直到年底 都大概都不会超过3% 那明年全年 就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回到2.5%甚至更低 那所以说 现在对央行来讲 那物价上涨的压力 已经慢慢在减少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出口 就是受到 刚刚提到的这个外衣效果 对 那我们出口 如果有严重的衰退 那可能有很多家庭 就会面临无薪假 或者是被裁员 压力 那所以说家庭经济 一定那个会开始 呈现恶化的状况 那另外呢 如果在升息的话 也会影响到厂商的经营成本 因为很多企业 他们的这个经营 就是他们有投资的需求 还是要跟金融机构来融资 那现在升息就会让借贷成本上升 那这也会影响到厂商经营的状况 那现在呢 我们要面对的 就是有可能 就是家庭经济恶化 另外呢 厂商他们经营的压力就变大 对 他们成本是出增加 对 那我们7月份 调电价 那主要也是针对厂商的调电价 那那个我们民生用点 事实上影响并不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认为 或者说 应该建议央行啊 就是不要再升息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是出口的下降 那就是台湾 就是有经济衰退的风险 那当经济的情况开始弱化 那这时候呢 就是政府他主要的思考 应该怎么样 就是在未来 比较短 就是未来这段时间 要怎么样让家庭 或者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嘛 所以这个时候 不但不应该升息 甚至呢 要考虑降息的可能性 对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有一些亚洲国家 像日本 他们就是坚持 一直还是到 到现在都还是宽松 那我们看到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啊 中国大陆也都没有在升息 他们其实一直都还是维持 到现在就是 没有跟进其他国家 做升息的动作 因为其实相较于 他们其实他们的判断 是认为说 亚洲国家 其实同膨并没有这么高 但是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你可能其他国家产生出的 需求下降的结果 很有可能会外溢到 我们亚洲国家 那我们亚洲国家 面临到的很有可能 是一个很大幅度的经济衰退 接下来可能面临到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样我们如果 还在升息的话 那人民可其实 呃就会更痛苦 那我们国内的经济也会衰退的 很快 对不对 确实 就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的时候 那时候物价上涨压力 确实很大 嗯 那那 在当时啊 对央行来讲 他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 那我想 这个 这个也是全民的共识 我们也是支持 当时央行有这些做法 但是呢 现在 我 我是认为 我们现在台湾经济 面临的更大的风险 就是 对 那物价上涨的压力 已经开始在减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 不管是央行还是政府 就是应该要考虑到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挽救台湾的经济 那如果 如果是 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那 那当然 央行他的这个思考方向 可能就会不一 那你刚才提到 像中国 其实他不但没有跟进 那个 美国升行 他其实从去年 去年以来 今年也是如此 他是在降准降息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问题啦 当然他通行也不是很严重 对 那他比较大的问题是房地产 还有一点的预域金融 有可能产生债务违约的风险 那 那 那他为了 就是 也是要缓解 自己 国内的 一部的问题 迅速恶化嘛 所以 他所采取的措施 是降准降息 但是呢 他即使这样做啦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人民币 他贬值的那个幅度 也没有超过 也没有超过台币 那就是如果我们统计 那个今年1月 到今年1月到10月底 的汇率变动 那贬值幅度 就是中国的贬值幅度 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幅度 大概是13% 那台币呢 是贬了14% 14点多 那韩国呢 从去年 就是到现在已经8次升息 那韩国呢 它的那个韩环的这个贬值幅度 居然是16% 那如果用我们的商务国家来看 就是你升息的越多 你变成 对啊 为什么啊 对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每个国家 有每个国家的状况 那当然要讲清楚 要花 比较多的时间 对比较多的时间 你要讲每个国家的情况 但是呢 那个升息不一定 就是汇率变动的 主要影响因素 那像美国已经升息了15码 那台湾呢 那个在美国 这两三次升息之后 我们也没有跟进了很多啊 对不对 我们大概就是半码硬码这样子 对对对 那当然如果我们下次再升半码 那2.5码 那跟15码 还是差很多 对 还是差很多啊 所以说对利差 这个变动并没有太大意义 对 但是台币最近 它升值的幅度很大 它甚至都升到31块 从32块 32块多 几块就升到31块 所以这段时间 央行也没做什么事啊 它也没有升值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 就是不要迷失 汇率的变 就是那个 利差 利差 造成汇率变动的主要影响 不见得是如此 对 所以其实刚刚老师点出了一个重点 其实央行应该要 其实之前央行总裁 其实对外一直 其实一直要强调说 其实美国状况跟台湾状况还是不一样 台湾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跟进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要回到自己国内的状况来看 因为我们也看着很有可能全球的经济摔碎的效应 已经要外遇到我们台湾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因应 这个其实是 接下来12月央行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的重点 我们民众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接下来12月央行的理监事会 他们其实针对这部分会去做一些讨论 甚至是会做出一些决策 但是 当然我们其实就是建议是说 如果说 接下来经济衰退能出现一个大幅衰退的话 那其实国内央行就不见得会再升息了 但是大家之前一直在讲说什么利差 我们跟美国利差会扩大 但是其实刚刚老师讲了 这不见得是主要的原因 它不见得是真的会导致新台币升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不对 是 今天非常谢谢吴老师跟我们这么详细的去讲解 最近期的 包括我们讲到从我们从通膨 然后讲到升息 讲到美国的衰退影响到全球 甚至是我们来谈国内的经济的表现 然后来讲到甚至讲到我们国内的央行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非常感谢吴老师 下次我们再来开一集各国的 各国的状况 这个也很好 这个也很好 因为这个随时都会外移到台湾 像中国的状况 他们内部的状况也很多 像日本 其实日本最近像日币扁了这么多 大家也就会想说 他们扁了这么多都不怕 为什么呢 对啊 这些都很有趣 我们下次再来讨论一下国外的一集 很有趣很有趣 谢谢吴老师 谢谢 好大家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百话财经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通膨景气 甚至是一些经济相关的报道 请上网搜寻联合报数 数位版vip.udn.com 那我们下周白话财经见啰 拜拜 谢谢吴老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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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